请大家台风山陀儿真的要来了 先看到花莲持续是风雨强劲 累积的雨量也相当的惊人 所以花莲县政府也宣布了 10月1号全线停班停课 还有什么最新的状况 我们赶快把画面交给现场的记者杨洁安 好 持续来带您关心 在花莲这边台风目前的最新状况 我们现在研究在花莲的市区 您可以看到整个街道上面 其实人车都是明显减少的 而且有开的电车剩下超商 还有超市 民众有些要赶快来买房台物资 现在就会赶快的来进去购买 尤其就是因为稍早的时候 政府已经宣布了 在10月1号全线是停班停课的 就是考量今天一整天 花莲受到台风的影响与风雨量 还是相当的可观 根据气象主统计 今天一整天在花莲市区这边 累积雨量就达到了87毫米 而且至于阵风 今天一整天最高也来到了七级阵风 而除了市区这边的状况之外 另外也要来带您关心 在花莲副里乡这边的状况 在花莲副里乡的副东公路 大约7公里处 在30号晚上8点的时候 也实施了预防性封闭道路 就是因为这边是属于容易摊放的路段 就是担心民众如果外出经过 可能会发生危险 以上就是我们现场掌握到的最新状况 再把时间交还给同类